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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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诸你坚持住 啊 不行 我不行 阿诸你坚持住 啊 啊 啊 让你生下孩子 我就带你回家见帮忙 阿诸你坚持住啊 走 你们什么人啊 什么人 走 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放开你 阿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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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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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雅我一定会回来找到你和孩子的 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 孩子要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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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了生了是一对龙凤胎 爸 妈 怎么是你们 快放开我 我要去找阿正 书雅别生气了 都是我的错 叔叔阿姨也是想让我们早日完婚 之前你逃婚 让我成为了全城的笑柄 这次 求你 留下来 好吗 对不起万云 虽然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但我只拿你当妹妹 我的妻子只能是阿正一个人 我不能耽误你一辈子 孽障 父母之命媒妇之言 由不得你胡来 这次回来 必须履行于晚云的婚约 要不然 我打断你的腿 好好好 都怪我 生了你这么个污泥不孝的儿子 万云多好的姑娘啊 你非得选那个小门小库出来的 百年之后 我怎么有脸去见你们何家的列祖列聪啊 今天 我只能一死献脆 妈 你干什么 书彦 我知道你心里没有我 我也不想逼你 如果你这次真的要退婚的话 为了不让林家再次蒙羞 我只能一条白脸一死了之了 妈 万云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一定要这样逼我吗 何家现在内忧外患 只有得到林家的帮衬 才能渡过难关 书彦就当爹求你了 何家不能毁在我们手上啊 可是阿正 他一个人带着孩子 怎么办 至于阮小姐他们 我会派人安顿好 前提是 你不要再打扰他们 否则 我也保证不了他们的安全 是啊 书彦 你就放心吧 阮小姐和孩子 我们林家也会派人好好关照的 书彦 我们都是你最亲的人啊 我们怎么会害你呢 好 这婚我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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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们 好 你不过 何书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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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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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彦吗 怎么了 阿燕 没什么 走吧 这不是那个小野种吗 他又在那等他妈妈 管他干什么 打他 阿福是个小野种 没有爹 哭哭嘰嘰真没用 阿福是个小野种 没有爹 哭哭嘰嘰真没用 不准欺负我妹妹 阿福别哭 我在这里 你有没有拿你受伤 嗯 他们弄倒了阿福的衣服 妈妈又要洗了 阿福不想妈妈辛苦 出来了 小野狗 小野狗 又有人了 老板 这个月的宝费 这个月的宝费 什么时候给啊 还有上个月的 你说没零钱 现在也该有了吧 没看见我一直在忙吗 还跟我要宝费 每天白吃白喝的给你啊 我不问你要钱 就已经很不错了 不过 不过你想要工钱 也不是不可以 只要你啊 跟了我 我保你吃香的喝辣了 听说你还有两个孩子 女人啊 就没有必要活得那么辛苦 你放开我 哎哈哈哈哈 嗯 我 我 我 妈妈 你们这是怎么了 怎么受伤了 他们说 阿福是没有爸爸的小爷子 妈妈 阿福也想要爸爸 这不是阿福的错 爸爸说过会回来找我们的 我们要相信他好吗 没关系 爸爸不在家 我就是家里的男子汉 我也可以保护妈妈和妹妹 这点小伤根本不痛 妈妈 今天我们学什么呀 我说过 学刺绣的时候 要叫我什么 师父 今天我教你双面绣 从这里穿出来 接下来是这个步骤 今天我教你的双面绣 学会了吗 学会了 那你来绣一遍 会就是会 不会就是不会 阿福 撒谎的孩子不是好孩子 把手伸出来 不许哭 阿福 阿福 苏绣不是你的玩具 学会苏绣 可以自己安身立命 知道吗 妈妈妈 阿福知道错了 他不会好好学说面秀 妈妈别退开阿福 救命 这么小的孩子 谁招进来的 这 这可能是下面人疏忽了 我这就把他赶走 等等 今天的宫钱 翻倍给他吧 妈妈 怎么了 叔 你去哪里了 我 我 我上学去了 还敢撒谎 老师说你已经好几天 没去学堂了 手里是什么 拿出来 拿来 这是什么 你哪来这些钱 你是不是在外面跟人学换 我从小怎么教你的 你都忘了吗 宁品不多知 我都记得 这钱我没头没脚 一个没头没脚 那你说这钱你从哪来的 说 说说我 还不敢说 说 哪来的 你不说是不是 还不说 还不说 我没错 我就是没错 你还怎样 你还怎样 还怎样 你 我讨厌妈妈 我再也不要跟妈妈说话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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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男子汉 才不跟妈妈计较 妈妈 大夫 求求你 你救救我妈妈 这些钱都给你 你妈妈这病 怕是已经拖了好几年了 靠你们这点钱 想治好根本不够 我先给她开个药方吧 赶紧让你爸爸带她去大医院 哥哥怎么办啊 家里已经没有钱了 妈妈会死吗 爸爸怎么还不来找我们啊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妈妈 哥哥 阿夫等你回来 放心吧阿夫 我很快就回来 叔叔 现在还有哪能挣钱 我要挣很多很多钱 脏魂累活我什么都能做 你想想年纪就出来挣钱 家里人不管你吗 我妈妈生病了 我要赚钱给她看病 真是个有效性的好孩子 好啊 不错不错 不错 不错 书彩 我妈妈Good 你快看看我妈妈怎么了 目前病情算是暂时稳定下来了 切记不要劳累和情绪波动 妈妈没事 阿耀呢 你们家阿耀可真是个好孩子 这大晚上还在外面搬货赚钱 说要给你治病呢 已经连续去了好几个晚上了 不过最近镇上有人贩子 你可得小心点 原来她的好客 是我要去赚钱 是我误会她了 是我误会她了 不行 我要去找她 阿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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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阿耀 大哥 阿耀你在哪 是妈妈误会你了 阿耀 妈妈 怪物 他怪物 如果我能再相信他一点 如果我没有打他就好 阿耀 妈妈快下雨了 哥哥也许已经回家了 我们回去看看吧 阿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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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东太太 房东太太 你们的房租已经拖了两个月了 我这儿啊 容不下你们几位大佛 你这些绣品我就收下 当做抵了债了 这些垃圾赶紧收拾收拾搬走 别妨碍我声音 啊 妈妈 阿福 你待在这儿等妈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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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了 那 妈妈你怎么了 妈妈你身上好烫了 我去找大夫给你看看 阿福 妈妈没事 阿福 我教你的苏修技法 你都学会了吗 我都学会了 那就好 那就好 走走走走 没钱还来看什么病啊 但我们做生意 以前阿福生病 妈妈都会给阿福买肉包子吃 吃了病就好了 妈妈也一定会好起来 站住 小小年纪不学好 长大了还得了 今天我替你爸妈好好照顾你 拿来吧你 哎呀 哎呀 安乐 你看 这就是坏孩子的下场 咱们以后一定要做个好孩子 嗯 安乐要做个好孩子 喂 好吃 咳 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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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了安福 咳咳咳咳 咳咳 啊 啊 不行 我还没有找到安福和安悠 我还不能死 不能死 安福 安福 您上次托我打听阮小姐的消息 我这边有些眉目了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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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福给你带肉包子回来了你炖了病就好了 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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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住 这个玉佩的主人 就是你爸爸 你要乖乖长大 妈妈 慢慢 你 surround 休息 我在 你 about 你 那么 最后 现在 你 妈妈 卖身脏母 这年头还真有人卖身脏母啊 怕不是你搁这坑门拐骗吧啊 我倒要瞧瞧 不得动我妈妈 今儿我倒要看 光天化日之下为难一个孩子 真是没屁没脸 又算哪根痛啊 这孩子跟阿证长得可真像样 我跟阿证的孩子应该也这么大了吧 嘿 我接着非打开看了不可 死者为大的道理都不懂吗 我这不是以为他是骗子吗 谁知道他妈真死了 这是未协 还不会滚 孩子 来 这钱你拿着 让他们帮你一起 把妈妈好好安葬了吧 谢谢叔叔 妈妈教我拿了别人的东西是要还的 我可以给您做刺绣 我会苏绣 我的双面绣可厉害了 小姑娘 撒谎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啊 这苏绣可没几个人会啊 行了 小孩子不懂苏绣很正常 忙你们的去吧 是 孩子 如果你想还债 以后可以来芙蓉绣场工作 嗯 阿诚 我来 请问 阮刘正的家是在这儿吗 你找阮刘正 你是他什么人啊 我是他 是他的一个朋友 他呀 早就跟他男人搬走了 你要是不租房子 就别在我的门口碍事 阿正 难道你已经忘了我吗 怎么是你这个小丫头骗子 你妈呢 不会是想来我这里打囚风吧 哥哥不见了 阿夫没有家了 阿夫也没有妈妈了 死了 死得好啊 要我说早该死 有这么个姑姐 害得我这么多年 在村里都抬不起头 阿夫 外婆在呢 以后这儿就是你的家 绝对不行 这个小野种 爱上哪儿去上哪儿 大不了去找他新爹去 家里有个老陪钱货就算了 再来个小陪钱货 这日子没法过了 要我说啊 大家都别吃饭了 你去喝几杯风吧 舅妈这是妈妈给我留下的钱 阿夫值得很少的 而且阿夫还会干活 求求您别赶我走 哎呀 你真是个怪孩子 这是个好东西 肯定能值不少钱 这个不行 这个是我妈妈留给我的 行了 我先给你保管点 等你大了 我再给你不就得了 还有啊 你每个月都要教家用 连带着这个老太婆的 也都该由你来说 我家可不养仙人 听见没 听见了 都怪我这把老骨头不中用啊 竟还要你这么个小娃娃来照顾我 是我害了你啊 阿夫 外婆 阿夫可厉害了 因为有你 阿夫才有了家 外婆 谢谢你 阿夫 哥哥 阿夫有新家了 你在哪里呢 看看 这这这 这难不成是双面绣吗 我之前在省城见过 有家无事呢 这针线 这绣法 这是我妈妈教我的 这就是普通的双面绣 跟省城的肯定比不了 一条三毛 两条五毛 多买还能多便宜呢 哎呦 小姑娘 你可真会做生意 行吧 这两条 这两条我要了 这两条我要了 来 谢谢 哎 姐姐 哥哥他失踪了 如果您有他的线索 记得告诉我 到时候 我再免费送你一条 好 哥哥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芳儿 明天阿夫就十八岁了 要让她知道 你早就把玉佩卖了 可咋办呀 哼 我们养了她那么多年 不就是一块玉佩吗 她还反了天不成 再说了 她马上就要去过好日子了 得感谢我呢 你什么意思 我给她 想了个亲事 就是城东里图户 等她嫁过去 可就吃香的喝辣的了 你说什么 那里图户都四十好几的人了 你怎么可以把阿夫嫁过去呢 瞧瞧什么 只要有那个老太婆在 还怕她不同意 不行 我不能再拖累阿夫了 外婆最爱吃这个了 一会儿她肯定很高兴 老天爷 拜托你 让我的阿夫过上好日子吧 阿夫 外婆不能再陪你了 外婆 我买 外婆 你醒醒外婆 阿夫就你一个亲人了 外婆 外婆 阿夫又没有家了 妈 你怎么就这么走了 你让儿子怎么活 人都没了还立牌子 捡多的 伤务的 闭嘴 要不是你 我妈也不会死 阿夫 这是妈在临走前 用棺材本赎回来的 你舅妈 准备把你嫁给里图户 你拿着吧 我们家惹不起 你走吧 走得越远越好 你走吧 走得越远越好 你 芙蓉绣场 怎么感觉在哪儿听过 请问 请问硬批绣女 应该找哪位啊 我们这 可是城里最好的绣场 可不是什么 阿猫阿狗都能进的 今天下午 倒是还有一次面试 先在这里登记吧 外婆 我好想你 我改和你姓 永远做你的孙女 这苏绣戒 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再这样下去 长老的双面绣 怕是要失传咯 下一位 各位老师好 我叫顾若福 请问你是 阮刘征 是组长吗 你找阮刘征啊 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丈夫 就是他那个不见了的丈夫 好啊 我带你去找他 你不是说要带我来找他吗 人不就在里面了吗 不过 都过去十年了 怕是已经化成灰了吧 十年 情人在十年前 你就离我而去了 你怎么 你怎么不得到我呀 阿诚 我还竟以为你早已开见他人 都滚我 是我来晚了 阿诚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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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孩子呢 什么孩子 你的孩子我怎么知道 这真是来得不巧啊 阿福这孩子 前两天刚离家出走 至于阿药 十年前就走丢了 现在也不知道是随时活 原来我们的孩子 叫阿福和阿药 阿诚 我一定会找到孩子 我看你的登记信息上面 没有显示你的流派 不知道你是从哪位啊 我没有什么流派 我的刺绣都是自学的 如果非要说师父的话 那就是我妈妈 好了 也不用耽误时间了 下一位 等等 老师们可否看一下我的作品 一个连正经苏绣流派都没有的人 还想进我们芙蓉绣场 把她给我赶出去 是 我会绣双灭绣 双面秀 双面秀 这就是我的作品 真的是双面秀 真是双面秀啊 何小姐这是怎么了 难得见她这么实态 你刚来不知道也正常 这双面秀 这双面秀可是苏绣大师张女士的独门绝界 何小姐一心想拜张女士为师 次次都吃了闭门缸 所以看见双面秀才这么激动 你刚刚说 你的双面秀是跟你妈学的 那你妈是姓张吗 那怎么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一个小偷还想进我们芙蓉绣场 开什么玩笑 你这手帕 怕是从哪偷来的吧 怎么回事 还双面秀 也不怕笑掉大牙 是真的是我自己秀的 我的秀法也是我妈妈教的 如果你不信的话 我可以现场秀给你们看 好啊 只要你现场秀出来 我芙蓉绣场马上批 不可能 这不可能啊 说 你到底从哪偷学了双面秀法 我 欢迎老板 你这是在做什么 妈 你怎么来了 你呀 你爸有事出去了 我过来帮忙盯一盯 你还没说呢 发生什么事了 就是他 不知道从哪偷学了双面秀法 我是绝对不会让这种人 玷污我们芙蓉绣场的名声的 哦 还真的是双面秀 小姑娘 你愿不愿意留在我们芙蓉绣场工作呢 当然 条件大于随你提 如果你想还债 以后可以来芙蓉绣场工作 我愿意 妈 行了 都别一路了 想问什么就问吧 妈 我就搞不懂了 你为什么非要把那个阿福放在绣场 他都不知道从哪偷学了双面秀法 要是让张老知道了 我就更难拜师了 安乐 你要记住 有些威胁 要放在身边才安全 阿燕 发生什么事了 十年前就死了 都怪我 是我去的太晚了 什么 这怎么可能呢 柳正姐还那么年轻 阿燕 这不怪你 人各有命 不是还有我跟安乐吗 我还有孩子 阿福和阿药 还在等我回去找他们 我得振作起来 振作起来 安乐姐 你今天这身衣服可真抬起色 显得风如您之的 就跟那电影海报似的 你会不会说话 明明是咱安乐姐自己皮肤好 显得衣服都好看了不少 行了行了 白总马上就要到了 你们谁想去接待啊 我 我跟你们说啊 听说这白总啊 压根就不是白家的孩子 而是十年前 白老爷捡到的 那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这白家可是省城 数一数二的家族 谁说不是呢 这白总本名 好像叫什么阿药 然后到了白家 才改名白文药 这几年一直在寻情 哎 他还说我哥哥就好了 十年前阿药 哥哥会是你吗 新来的 就你吧 你去招待白总 要是出了什么差错 你就给我滚出秀场 哥哥 哥哥 抱歉 我不知道你是哪家的小姐 居然追我都追到这儿了 我再重申一遍 不管是亲妹妹还是情妹妹 我都不需要 所以不要再来骚扰我了 好吗 我真是晕头转向了 他怎么会是哥哥呢 抱歉白总 是我认错人了 我是芙蓉绣厂 本次负责接待您的员工 这样啊 呃 带路吧 嗯 这边请 嗯 这是何小姐让我给你的秀场资料 啊 没事 基本情况我已经了解过了 不用你介绍 先拿下去吧 带我去车间看看吧 嗯 这边请 这里就是车间了 哦 没事 你们忙你们的 我随便看看 你到底是怎么办事的 怎么会把白总带来车间呢 不是交代过年好好招待的吗 是我让他带我来的 我觉得 了解家秀场最直接的方式 就是看看秀女们的水平 你觉得呢 是是是 您说的有道理 咱们秀场的秀女 都是经过层层选拔的 绝对不会让您失望 还不赶紧去干活 是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阿福 我叫阿福 她叫顾若福 是我们秀场破格招进来的秀女 水平嘛 实在一般 不如您看看这边 都是我们秀场顶尖的作品 针脚细密 走线干净 图案也别具强性 这样的作品 在秀场都只能算一般的话 那你们还有多少惊喜 是我不知道的 感恩这幅作品 是出自哪位老师呢 这幅 针脚粗糙 图案僵硬 走线也歪歪扭你 这就是你们秀场 瓦剑的作品 这是我们秀场学徒的作品 行了 这次我们白家的评估方式 也很简单 就是哪家能获得张女士的支持 就自然 也能得到我们白家的支持 张女士 可是张女士已经十几年 不管秀场的事了 那就是你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你今天接待得很不错 希望下次 还能见到你 白总 您这是 要走了 不再看看吗 该看的 不该看的 都看得差不多了 期待您的好消息 您 还挺能装的 看到我们不爱骂你得意的很 是不是 今天我就划花你 我看在你脸上是有的花 是不是也很好看 没有 你们在干什么 您今天怎么来车间了 听说刚刚白总来车间参观了 我过来看看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还不把人放了 爸你别生气 本来参观得好好的 就是这个新来的 非要带白总来车间 也不知道和白总说了什么话 白总非要咱们得到张女士的支持 才肯跟咱们合作 我看他没准 就是别的绣场派来的 有这样的事 不是的何老爷 真的不是我 我来绣场是因为您啊 因为我 十年前您帮过我 还让我长大后 可以来芙蓉绣场工作 这份恩情我一直记在心里 所以我绝对不可能 做不利于绣场的事 我之前只是觉得你屈心叵测 没想到现在还想攀关系 我爸才不会被你的幻影桥语蒙骗 十年前的事我确实记不清了 但是今天白总因为你而刁难我们绣场 却是事实 就罚你一个月工钱吧 不是的 做刺绣 重要的是心里得干干净净 清清白白 不要老想着左右逢源 本本分分才是正道 还有啊 白总提出了张女士的支持 想必也不是空选来风 一个月以后的苏绣大赛 张女士要选出一位关门弟子 你们都有机会 安乐呀 这一次 你可要好好把握呀 爸你放心吧 幻觉非我莫属 不愧是我的女儿 阿语 你去查一下 芙蓉秀场的顾若虎 我要知道她的全部信息 好的少爷 这是哪儿 这里是白甲 我在船上遇见你 把你救了下来 船上 我怎么会在船上 不是谁 我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我救你的时候 你满头是血 医生说 你脑部有一块瘀血 会有失忆的可能 失忆 我只记得 我的名字是药 我的妈妈 好像很会刺绣 我还有个妹妹 更多的 我就想不起来了 妹妹 你在哪里 听说你也报名了苏绣大赛 你不会真以为自己不知道 从哪儿偷学了双面秀法 就可以做张女士的弟子了吧 假的就是假的 就好像山姬永远变不成凤凰 我再说一遍 双面秀法是我妈妈教给我的 我也相信 我妈妈的双面秀法 也不是偷学的 难不成你妈还是张女士的弟子啊 说出去也不怕别人笑话 我告诉你 苏绣大赛的冠军只能是我的 实相的 就现在跪下来向我道歉 我还能留你一条活路 绝不可能 放开我 阿妇 阿妇 阿妖 你们究竟在哪儿啊 爸爸很想你们 老爷 不好了 小姐又跟那个新来的秀女打起来了 什么 敢动我女儿 活腻歪了 这次 我得让你好好吃到招惹我的代价 像你这种人 道貌岸然 学习苏绣内心不纯粹的话 好一句道貌岸然 我倒要看看你的骨头有多硬 张嘴 何老爷 您忘了吗 十年前我卖身脏母 这边被人欺负 是您救了我 原来是你 没想到我帮你一次 你却转过头来欺负我女儿 这两巴掌让你好好记住 说话做事想清楚 还有 没有任何人能欺负我何书彦的女儿 没事吧 瞧你 都哭成花猫了 快擦擦吧 谢谢 今天的事我听说了 我带安乐向你道歉 她被我跟她爸惯坏了 我一直很好奇 你妈妈怎么会双面秀呢 我也不是很清楚 哦 那她叫软流争 那她叫什么名字 她叫软流争 软流争 怎么 你认识我妈妈 不认识 不过 你妈妈既然会双面秀 还是不要让别人知道的好 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她居然就是软流争的孩子 千方万方 十几年 居然还是逃不掉 不行 一定不能让书彦知道这件事 是你啊 万颖 你怎么了 想点事情罢了 怎么了 你找我有事 哦 没什么 我就是突然知道 那个新来的秀女是谁了 什么 什么 你知道了 是啊 我也是刚刚想起来 她应该就是 十年前 我在路边遇见那个 卖身藏母的女儿 没想到十年过去了 她都长这么大了 是吗 是啊 那是真巧 不过小时候 看着还挺淳朴的 现在心眼却这么多 真是造化弄人了 妈 一个月后的苏绣大赛 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其他人我不足为惧 就是这个孤若福 她的双命向我担心 我教过你的 有些威胁 如果运用得到 将会变成你最有力的武器 记住了 执续成功 不许失败 少爷 目前只能查到 顾小姐一部分信息 顾小姐从小在舅舅家长大 与外婆相依为命 不久前外婆去世 顾小姐才离开家 来到芙蓉秀场 那她 有个哥哥吗 据知问人说 她从小一个人 也没听说有兄弟姐妹 好的 我知道了 看来 你不是我要找的人 今年的大赛真是热闹啊 那当然 今年 张女士 可是要再次挑选 关门弟子 之前那位 得了冠军 被张女士 受为清传弟子 可是 结果后来 跟一个男人私奔了 哦 那这位叫什么名字呀 听说叫软什么 软 软刘征 对 就是软刘征 真是可惜了 这简直是苏秀建的耻辱 你们二位 是对苏秀建 有什么贡献不成 在这里肆意点评千倍 算不上得体吧 张老 是我们冒犯了 二位 刘征此前是我唯一的弟子 我更是视他如七生女儿 他的人生自然由他自己做主 我相信他无论现在身在何处 都会将苏秀发扬光 各位嘉宾 本次苏秀大赛即将开始 请各位准备自己的作品吧 如果你是我妹妹 那该有多好 切姐 先不要碰到一块 妈妈 阿福不会让你失望的 颜色一般 布料也不是最好 是现眼用的劣质 你居然没秀双面秀 你做什么 还给我 我告诉过你 冠军只能是我的 所以你的作品 我就像那 你就不怕我告到张老那里去吗 我爸是何书彦 我是芙蓉绣场的继承人 而你 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秀女 你说张老会相信谁呢 而且这些人可都是我的证人 明明是你眼红我的秀品 企图偷走 而我只是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而已 你这样会造报应的 你有什么资格来评判我 发生什么事了 爸 孤儿扶他起托偷造我的作品 我实在气不过 想教训他一下罢了 我没有 那是我的作品 爸 你可一定要帮我 既然你手脚不干净 咱就废掉一只手 这绣皮 真的是我绣的 还在绣皮 继续打 直到大肺为止 住手 阿福 阿福你没事吧阿福 阿福 那是我的作品 是我妈妈教我的 阿福 阿福 白总 这是我绣长内部的事 还是不劳您费心了 对啊白总 他只是个手脚不干净的小偷 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 他是我白恩药的妹妹 他的事 就是我的事 今天这笔让我记住了 改日 我白讲 必定好好报答 不可能啊 他不是个孤儿吗 怎么还有个哥哥 完了 一切都完了 这次和白家的合作 还是彻底没希望了 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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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阿福 阿福他来过这里 是阿福 阿福 你别着急 说不定只是两个相似的玉佩呢 这事实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啊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玉佩 是我当年亲手雕刻 给我茶 来人 给我茶 给我滋滋细细的茶 可是来过这里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医生 医生 快救救他 医生 下属请在外面等候 白总 您怎么对顾小姐 这么关心啊 我有麻 但是我平时见到她 都会有莫名的亲近感 看到她受伤 我就万分心 别人 病人的手实在伤得太严重啊 不过好在你们送来得及时 只要后面好好配合治疗 勉强能恢复八九成吧 白总 白总 又是您帮了我 大安大德 莫齿难忘 不必客气 我只是顺手而已 倒是你的手 医生说 可能很难恢复到 从前的状态了 没关系的 只要她还能动 我就不会放弃苏秀 诗人大都功利 像你这样 真心喜欢苏秀的人 已经不多了 因为那是我妈妈 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 玉佩 我的玉佩呢 怎么会没有呢 不应该啊 应该就在这里的 她怎么又回来了 白万药不是都把她带走了吗 不知道啊 看样子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废物 还有你说吗 傻子也知道她在找东西 不可能 应该不会这么巧 像她这样低贱的人 不可能跟我有血缘关系 阿正你快看看 你留给阿福的玉佩 被我找回来了 原来阿福 竟然一直在我身边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阿福 好好弥补这些年来 对她的亏欠 你在天有灵 也保佑我 快点找回我们的孩子 妈妈 阿福好想你啊 是阿福没用 阿福找不到哥哥和爸爸 是阿福没用 孙雄大赛也被我搞砸了 不过妈妈你放心 我一定会坚持休下去 完成我们共同的梦想 知道妈妈喜欢芙蓉花的人不多 是谁来过 我今天头疼的毛病 好像越来越严重 检查下来没什么问题 应该还是十年前 失忆留下的后遗症 您最近 有没有遇到什么特殊情况呀 我最近遇见了一个人 总是跟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就好像认识了很久一样 或许刺激到了脑神经 您可以试着 同这个人多接触接触 没准对记忆恢复有帮助 多接触接触 阿宇 跟芙蓉酋厂的合作合同 今天就送过去吧 这该死的贱人 现在派上了白家 肯定不会给我好果子吃 怎么办 要是他把真相说出去 我们这辈子就完了 安乐呀 你一个人在这嘀嘀咕咕什么呢 没 没什么 哦 安乐呀 你知道吗 白家同意跟我们合作了 肯定是你上次的作品得到了白总的信赖 要不然怎么会发生那样的事情 还愿意跟我们合作呀 真的吗 能帮到秀场真是太好了 还好白总没有因为顾若福的事情迁怒我们 这样看来 他跟顾若福的关系也没有那么亲密嘛 哎 我早就查过了 白总根本就没有什么妹妹 她不会因为一个小秀女 就拒绝我们芙蓉秀场的 合同送过去了吗 您放心 都已经处理好了 这样的话 我就能多一些机会 跟阿富相处了吧 他怎么还有脸回来 听说他居然想在比赛的时候偷何小姐的作品 我呸 我一想到要跟这种人一起工作 我就作偶 我要是他呀 怕是这辈子都没脸在苏绣结婚了 你到底哪来的胆子这么出现在我面前 手上的伤这么快就好了吗 我又没有错 我凭什么不敢回来 人在做 天在看 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的 在这里 我就是天 我说的话就是真相 你 我还不放着眼 有时候我真的搞不懂 你哪来的底气这么跟我说话 我的本事 就是我的底气 你呢 何小姐 你有吗 功夫不到位被白总抛击后就开始出来乱咬人了是吗 嘴上说得这么清高 实际上还不是出卖色相靠男人 你不要小口喷人 我和白总之间清清白白不是你说的那种关系 沈家白总都说了你是他妹妹 不是情妹妹 难不成还是亲妹妹 像你这种嘴上说着靠本事 实际上却靠男人 说一套做一套 根本就不配方苏孝 都在这里吵什么 都不干活了吗 怎么哪都有你 你一天不惹事就浑身难受是吧 真是没有长辈管教的野种 你是毛病 我不是野种 我有爸爸我也有妈妈 死了妈没了爸不是野种是什么 你要本事现在让你爸出来给你撑腰啊 好了 没必要跟这种下人生气 你既然这么闲 就跪着把绣场的地给我擦干净 要不然就别在绣场呆了 安乐 我们走 妈妈 他不好想你 爸爸 哥哥 你们到底在哪里啊 阿福真的好想你们啊 别哭了 我在这里 不准欺负我妹妹 阿福别哭 我在这里啊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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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福真的好想你 哥哥 白总对不起 我认错人了 说来也巧 好像每次见你 你都很狼狈 而且你每次都会帮我 还没有好好谢过你 不用这么客气 我只是觉得 你比较何演员 旧场的留言我听说了 是我考虑不中 给你带来麻烦了 不是的 他们愿意怎么说是他们的事情 我不在乎他们的话 那你哭是因为 是因为 是因为我有些羡慕何安了 他无论做什么 他爸爸都会出来保护他 而我 我也有点像我家人了 还有一个问题 我很好奇 你的绣迹是跟家里人学的吗 真的绣得很好 嗯 我是跟我妈妈学的 小时候家里穷 我妈妈为了减轻家用 就经常出去做工 我呢 就在家缠着妈妈教我学苏绣 这一学 就绣到了现在 白总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没事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哎 书彦回来了 快过来 妈给你煲了汤 逆子 还知道回来 妈 妈 你们这是怎么了 书彦 阿福和阿药 都找到了吗 我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还没把我的乖孙带回来 你们以前不是看不上阿正吗 现在又是高拿出啊 毕竟是我们河家的血脉 流落在外 传出去成河体统 哎 毕竟是我们河家唯一的男丁了 书彦 你怕是还不知道吧 万英她 早就不能生你 都是那个四老太婆 竟然偷偷给我安排体检 现在他们知道我再也不能生个儿子出来 怕是更急这机会外面那两个野种了 急什么 反正他们现在连人都还没有找到 留给我们筹谋的时间还多着呢 绝不能让他们发现 顾若福就是阿福 不然一切都来不及了 妈 妈 下去吧 妈你刚刚说什么 顾若福就是阿福 我同父姨母的姐姐 这绝不可能 你想生些 难道光彩吗 你生怕知道的人还不够多吗 我确认过了 有九成把握 阿福他来过这里 不可能啊 不如扶一个野种 怎么可能是我的姐姐 妈 你千万不能让他回到何家 我不想让他当我姐姐 好了 先别急 好在你爸现在不知道他的身份 我们还有机会 苏绣大赛马上重开 这一次必须要拿下冠军 才能保住你在绣场的地位 属于我的 谁也夺不走 妈妈 我一定会拿下冠军的 希望这次的比赛 可千万不要再出什么意外了 福荣秀场不是两位选手吗 怎么就你一个人 他呀 恐怕是来不了了 这一次 看你还怎么妨碍我 而且他生意可真不错呀 你一下子就遇到你这样的小美人 你是谁 你在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这是犯法的 犯法 不是犯法是我还不惜他干 救命 救命 你叫 你叫把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救命 咱们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还为道场的选手自动算作弃拳 接下来倒数最后十秒 十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二十二号选手 过夫 起来猜猜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你不是应该 应该什么 难道我不应该在这里吗 何小姐觉得我应该在哪里 救命 他来人 救命 你没事吧 怎么了 哪受伤了 他欺负你了 白嫂 就是你救了 耶 来 我给你解开 奶奶的老师去死吧 阿福 阿福 阿福等你回来 放心吧阿福 我很快就回来 阿福 你是阿福 我是阿药 你看 这是我小时候 受伤留下的伤疤 当时你和妈妈还笑话我 阿福 我真的是阿药 我只是十年前失忆了 刚刚突然才恢复 我们妈妈叫软刘正 你是阿福 我们一家人住在 阿福 阿福 我好想你 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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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很想你 阿福 阿福 你这些年都去哪里了 你知不知道我和妈妈一直在找你 妈妈她已经 阿福 阿福 我们来日方长晚点再聊 现在重要的是你的比赛 时间还来得及 我让司机送你过去 可是我的衣服 别担心 哥在呢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吃吧 把她给我带走 好好招待招待 究竟是谁要害我妹 一五一十给我查清楚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你不是应该 应该什么 难道我不应该在这里吗 何小姐觉得 我应该在哪里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为了防止再出现上次的意外 所以我们本次比赛 采取了公开创作的模式 选手们当场创作 然后打乱顺序 进行不记名投票 好 比赛正式开始 生命以待吧 该死 究竟是谁改的规则 这下可怎么办 阿妇 阿妇 你要乖乖找到 妈妈 永远 来 阿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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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结束 请各位选手 一次把作品交上来吧 长老 这幅作品可是有什么不对劲 走线和针法倒是上乘 形貌也栩栩如生 但这顶多也算不出错 没什么稀奇啊 居然是双面秀 真是好绣品啊 我可是有好多年 没有见过这么完美的双面秀了 颇有 颇有张老之前的风范啊 这幅绣品一出 其他作品怕是难以一争啊 主持人 请宣布比赛结果吧 今年的比赛真是精彩万分 我宣布 本次苏绣大赛的冠军是二十二号选手 顾若福 让我们一起中和他 一切都完了 你和你妈妈长得真像 妈妈不做到了 我也成为了和你一样 很厉害很厉害的人 这位就是我这个老婆子以后的接班人了 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 顾小姐 恭喜 同喜 哥 有你在真好 如果妈妈也在的话就好了 这有什么的 我直接派人去把咱妈接回来不就好了 说起来十年不见了 妈妈还能认出我吗 她不会还以为我当年是故意逃课的吧 你有没有跟她解释过 不然 我还真怕她一见面就给我打一顿 不过我现在皮糙肉厚了 给她打一顿也没啥大不了 哥 我其实早就想告诉你 妈妈她 十年前就已经不在了 妈 我回来了 那不孝子阿药回来了 妈 我回来太晚了 都是我的错 这都错了 妈 你起来打我一个 妈 你起来打我好不好 哥 你别这样 妈妈她在天有灵 看到我们兄妹重去 一定会很开心的 阿福 我恨我自己 没有保护好你和妈妈 现在 还保护不好你 哥哥明明答应过你的 妈 你放心吧 一定 一定会保护好妹妹的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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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下 何老板 你这是什么意思 说 冠军是怎么得来的 这当然是我赢来的 好啊 到现在还致命不悟 那就别怪我不给你留情面 你的冠军 是不是你勾引了白总 不过不正当的手段偷来的 何老爷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白总是我哥 我们不是你说的那种关系 少给我来这一套 白总是你哥 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爹呢 你还没有资格当我爹 我不像您的女儿一样 什么东西都喜欢偷 我只说一遍 这冠军 是我堂堂正正的赢来的 若福 你跟白总在赛场上眉目传青 赛后还拉拉扯扯 我光是我看见了 赛场的诸位都看见了 如果你真的那么想要那个冠军 你求求我 我可以让给你 你要何必做这种 不知廉耻的事呢 到现在还是弥顽不灵 来呀 给我打 打到他说实话为止 冠军 是我自己赢来的 你 还不承认 只是毛坑里的石头 又臭又硬 继续打 继续打 啊 啊 合胜了 合胜了 是爸爸的预备 是爸爸的玉佩 这玉佩 你是从哪来的 这是我的玉佩 这是我亲手雕刻的 那这板块呢 这是我女儿留给我的 还给我 别拿你的脏手碰 不可能 不可能 你记住 这个玉佩的主人 就是你爸爸 怎么可能是他呢 顾儿夫你又在搞什么花样 刚刚说白总是你哥 现在要说我爹是你爹 我知道你是个孤儿 但是你也不能这么攀进去吧 亏 给我十年前还出手帮了你和你妈一把 结果现在 你就是这么来报答我的 啊 早知如此 当初就该让你自生自命 我告诉你 安乐是我的账上明珠 他不高兴 我也不会让你高兴 我也不会让你高过 赵上明珠 好啊 真好啊 妈妈 你看到了吗 你朝思暮想的就是这么一个人 原来我姑姑悬灭的爸爸 就是这么一个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疯了 彻底是疯了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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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没有家了 我就是疯了 病了 是我吃些妄想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听见没有 那你听见没有 他叫我爸爸 哈哈哈哈 妇容凶肠是不是容不下你 啊 来人哪 把他给我赶出去 什么 何顺院就是十年前跟妈妈私奔的人 你就是 我跟阿福的亲生父亲 啊 阿福要是知道了 他一定会高兴的 他一直想找到爸爸 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阿福 啊 妈妈 我们的芙蓉花 好像谢了 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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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你没事吧 谁把你打成这样 告诉我 该去杀了他 我没事 哥 你去修厂找我 是有什么事吗 你不想说 那就算了 阿福 我有件喜事要告诉你 我找到我们的亲生父亲了 就是修厂老板 何书彦 他就是我们的亲生父亲 既然真是他 怎么了阿福 你不高兴吗 你不是一直想找爸爸吗 白总 有什么事就直说 阿福又不是外人 打伤阿福小姐的人找到了 就是 就是 你倒是说呀 就是何书彦 我们的爸爸 哥 我已经长大了 不需要爸爸了 但是你不一样 和老爷一直很欣赏你 如果你们相认的话 我会为你开心的 不行 你说什么傻话 我是你哥哥 你是我妹妹 我们才是一家人 从今以后 咱们只有妈妈 没有爸爸 嗯 从今以后 我们只有妈妈 没有爸爸 书彦 天凉了 花府又开 但私人已失 欢迎啊 我有一个 不情之情 你我夫妻之间 还说什么情 你直说就是 我想把阿征的墓 潜入何家族地 以发气的身份 为他上宗祠 入族谱 只是 会委屈了你啊 本就是我误了你们二人 既如此 尚安乐帮着你一块操办吧 多少能轻松些 多谢 万一 这些年 是我耽误你了 爸你怎么还有闲心 在这梳妆打扮 爸都快要把那个贱人 入中词了 这样一来 你岂不是就成了济世 那我在外面还怎么活 急什么 这事是我同意的 爸你到底怎么想的 我现在正越来越 看不懂你了 听说 那女人的墓旁边 还有座墓 是又怎样 唉 我教你呢 是半点都没学会 那墓的主人 名叫顾如萍 乃是软流中的生母 也是把那个野种养大的外婆 你说 那小贱人 会眼睁睁看着疼爱自己的外婆 连死后都不得安宁吗 唉 这要是跟你爸生了矛盾 以后再回河家 可就难了 我懂了吗 软流中不管是生是死 都进不了我们河家的门 阿正 我来接你回家了 从此以后 我们就可以生死于共了 老爷 我瞧着旁边那座孤坟 恰好在必经之路上 怕是会挡了阮小姐的光明大道啊 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啊 确实如此 那该如何是好啊 爸 我已经提前打听过了 这座坟里 就是一个没人管的老太婆 不如我们推了 时候再给人家一些钱财 作为补偿 这样不太好吧 爸 接软一回家要紧 行 就依你说的做 把这座坟给我推了 哥 今天是外婆的忌日 她若是知道 今天我们兄妹一起来看她 她一定很开心 给外婆带的桃子忘拿了 你先上去 我回去去 抓紧推 不要耽误及时 不要 你们为什么不肯放过我们 你们就是见不得我们狠过是不是 你少在这里湖畔乱扯 我看你才是夜魂不散吧 我们走到哪儿 你就跟到哪儿 这是我外婆的墨 你有什么仇什么缘可以助我来 为什么要让我外婆死不瞑目 还真是巧了 我们随便推一座墨 就是你外婆 你怕不是和尚我们合家了吧 行了 拿上这些钱赶紧给我滚 别碍碍 我不要你们的臭钱 我只要你们还我外婆一个公道 我外婆是全天下最好的人 她也是因我而死 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侮辱她 你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把她给我摁住 别耽误我家中回家 你要牵坟 你凭什么牵坟 就凭她是我的妻子 真是可笑 你的妻子不是林家的千金吗 怎么改名换姓了 这是我和家的家事 还轮不到一个外人来管 愣着干嘛 给我动手 我绝对不会让你如愿 想要千分 你做梦 你凭什么拦我 就凭她是我的妈妈 顾尔夫 你还真是有意思 你怎么不说全世界都跟你是一家呀 爸 他一定是在撒谎 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 哼 明顽不灵 我差点就信了你的鬼话 今天我一定要带阿正走 那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你以为我不敢吗 来人 给我好好教训教训他 现在走 我还能饶你一命 绝不 嘴硬得很 动手 我看谁敢 白总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倘若是我非要管 白家想取消合作 就是我一句话的事 白总说笑了 不过是个丫头 不要伤了两家的和气 他的事 就是我的事 他的话 就是 郝老板 慢走不送 我们走 你的东西还在我这 我恭候你的大驾 要不 我派人去拿 我看他 似乎没安好些 不用了 那是妈妈留给我的工具箱 哪怕是鸿门宴 我也一定要亲自拿回来 东西还给我 我想你也没那么想见我吧 别急啊 好歹相识一场 不如叙叙旧吧 你三番两次坏我好事 抢我风头 你很得意是不是 但是我告诉你 有种人天生就会被踩在脚下 比如你 东西还给我 我保证以后 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 你想要这个破箱子是吧 现在跪下 朝我爬过来求我 我就给你 你 我想要吗 等等 现在可以还给我了吧 哎呀 怎么办 我现在要后悔了 不如 你再给我磕三个响头吧 你不要欺人太甚 你说我跟你之间 爸爸会选择谁呢 姐姐 安乐 你没事吧 爸爸 你可终于来了 刚刚吓死我了 没事 爸爸在这 看动我女儿 你是婚意外了 明明就是他自己摔倒的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 若福 我相信你不是故意的 这样吧 你给我磕三个头 我就原谅你 你是聋了吗 恩乐说的话你没听见吗 道歉 不用 我自己来 一线十八年前的脱生之恩 二线十年前的救命之恩 三线赎金断了的妇女缘分 现在可以把东西还给我了吧 好啊 给你 我杀了你 滚开 啊 啊 安乐要是少了一根寒毛 我要你的命 我真后悔十年前帮了你跟你妈 能交出你这样的女儿 看来你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爸十年前丢下你们 真是活该 我不信你这不是我爸 来人 给我好好教训教训他 安乐 我们走 何老板 岳飞的主人找到了 就是秀场的工人服 他就是您一直在找的阿婆 什么 你可别怪我们心狠 居然敢得罪何小姐 真是活你了 城里人谁人不知 何老爷最宠这个女儿 你跟他作对 简直找死 是啊 你要报仇就去找他们 可千万别赖着我们 永远 永远神受大哭不得善终 永远神受大哭不得善终 永远何家团圆 想尽其人之福 天道不公 是道不平安 妈妈 阿福好想你 阿福 再也不想要爸爸了 阿福 阿福 都给我起开 turns to me 2050 阿福 阿福 只有妈妈 没有爸妈 今天阿父遭遇的一切 我都会一笔一笔 找你讨回来 都是爸爸的错 都是爸爸的错 不行 我要去找阿父 没有任何人能欺负我何书彦的女儿 张嘴 既然你手脚不干净 那就废掉一只手 我不是业主 我有爸爸我也有妈妈 白总是你哥 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爹呢 看来你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妈十年前丢下你们 这是我干 这些天 我都做了些什么呀 阿父 等你醒来 不管是打我也好 骂我也好 只要你能原谅爸爸 我做什么都愿意 阿父 你醒来看看爸爸好不好 阿父 你醒了 你身上 还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 我身上的伤不都是拜您所赐吗 都是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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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父 只要你能原谅我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阿父 这些年来 我一直在找你们 可我没想到 竟然 一直在我身边 是爸爸对不起 对不起你 阿父 没有想到我们俩居然是亲姐妹 怪不得我之前就一直觉得你很亲切 原来是血脉香蓉啊 叔姐 我不想看见你 你别这样姐姐 你看 你的工具箱我都帮你带来了 你就原谅爸爸吧 他毕竟也是为了我 出去 出去 他给我出去 我不想看见你吧 阿虎 你要准备牙法 你这就你你你 白总 那个流氓总算招了 究竟是谁 何安乐 哥哥你知道吗 我听到不是他的时候 居然还会有点清醒 你说我是不是太傻了 不是你太傻 只是你太想要爸爸了 走 去喝酒 有些公道 得我们自己去药 老爷 老夫人 有两位客人来访 说是叫阿福和阿药 把他们带进来吧 是 阿药 你是阿药啊 哎呦 简直跟书彦年轻时候一模一样 是我们何家的种 你们两个 今天过来有什么事吗 我们今天过来 是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 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到底是小门小户交出来的 目光短浅 说吧 你想要多少钱 我来拿回属于我妈妈的玉佩 和老爷霸占这枚玉佩太久 是时候该乌归原主了 去 把少爷叫来 阿福 阿福 我是在做梦吧 你们怎么来了 麻烦何老爷 高抬贵手把我妈妈的玉佩还给我 那是我最后的念想 阿福 你不要这样跟我说话 只要你要 所有一切我都会给你 你说还有第二件事 那第二件事是什么 第二件事是想讨个说法 我妹妹前几日去参加苏绣大赛 在途中 却被歹徒绑走 还好我及时赶到 还没有酿成大祸 今天 那歹人说出了幕后主使 正是你们何家的千金 何安乐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安乐说起来 也算是你的妹妹 她向来之如达力 温柔待人 怎么会干出这种事呢 莫不是 被什么人蒙蔽了吧 是啊 把人带上来 这个人 是人正 这个 是物正 如果你们还不信的话 我就只能送到警察局了 爸 你要相信我 不是我做的事 他们在怨恨我 人正物正都在 你还在救命 爸 我就是一时急昏了头 我再也不敢了 爸我求求你 我知道错了 爸 该道歉的不是我 傻夫 是我鬼迷心窍 我错了 对不起 现在真相大白 她 你准备怎么处理 怎么说 安乐也是你的妹妹 以后 我一定严加管教 绝不会再发生 类似的事情 是啊 她是你的掌上明珠 你自然不会对她做什么 阿福 这件事是我们的拓 现在你们两个 还决定离开何家吗 是啊 哎呀 我们是亲人 我们骨头相恋 只要你们回来 这里永远都是你们的家 何老爷 老夫人 你们因为门当户队 不能接受我妈妈 我不怪你们 您夫人 也是奉父母之名 我也不怪她 甚至和安乐 我都可以原谅 但我唯一不能原谅的 是你 我的亲生父亲 我被人嘲笑 没有爸爸的时候 你在哪里 哥哥为了补贴家 用去码头搬货的时候 妈妈为了养家 没日没夜 做修活的时候 你在哪里 我们被赶出家门 无家可归的时候 你在哪 妈妈躺在冰窗上 也一喜的时候 你又在哪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我 我 我以为 我以为你们一直过得很好 我不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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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以为你和我们一样痛苦不已 但是 也是你家人在乎 幸福美满 但我们的妈妈 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在了一个雨天 啊 啊 啊 她到死 手里多握着这块云飞 啊 啊 我恨你 我永远不会悬调你 孩子 这件事情 是我们何家对不住你们 当年秀场岌岌可危 何家一倒 无数的场工将面临失业 为了挽救秀场 我只能逼着书宴 和临家联姻 当时 我承诺你的父亲 会好好照顾你们母子三人 当我派人去寻找你们的时候 却遥无音讯 孩子 为了秀场的命运 我只能瞒着你们父亲 是我 是我 让你们吃苦受罪了 阿佛 阿药 只要你们可回来 我们一定会用后外星来弥补你们 我什么都不想要 我只想要我妈妈回来 我只想要我妈妈回来 阿佛 阿佑 前错万错 都是我的错 是我辜负了阿荠 是我伤害了你们的 祖之间 能不能跟我去个地方 当年我跟阿正 就是在芙蓉花下相识 那时候他很爱笑 他笑起来真美 难怪有故人之子 原来是故人之子 阿佛 你跟你妈妈真的很像 她是我认识里的人 秀极最好的 人人都说她配不上我 我却觉得 是我配不上她 阿佛 我知道你现在无法原谅我 但是这儿 永远是你的家 书彦 你怎么将阿勒送出国呢 她人生地不熟的 一个人怎么活呀 我一决 出国或者坐牢 你选一个吧 阿勒 阿勒 凭什么把我送走 难道爸爸有了阿佛 就不要我这个女儿了吗 和阿勒 你这像什么样子 利益规矩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吗 妈 我都要被送出国了 我还管什么关键 柳德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你要知道 你还是族谱上唯一的继承人 只要这一点没变 你的东西谁都夺不走 什么柴不柴的 我就是不想出国 我就是不想出国 真是气死我了 烂泥扶不上墙 别心急 安乐现在就是对何家还有留恋 等我们掌控了大局 我和安乐来个妇女相认 她自然就老老实实了 看来我们的计划要提前了 等那两小崽子上了族谱 一切就完了 放心 一定有我在呢 何老板 你正在那里做什么 何老板 大家光临 但我还有事要忙 就让阿福招待你吧 有些话 还是说开了好 哦 我是刚好路过这家铺子 听说 你挺喜欢吃这家糕点 我就顺便给你买点送过来 谢谢 我不饿 哦 这样啊 那等你饿了再吃也行 你有什么事吗 没事的话 我还有火要干 那你先忙 明天就是我跟你妈妈 享受二十年的日子 我希望能和你一起 祭拜你母亲 不管你来不来 我都会等你 阿福 你是有什么新事吗 没有 没事 阿福 我们是兄妹 有什么事 都可以跟你说 我就是觉得自己好没用 明明那个人曾经那么对我 可是他只要稍微对我 露出一点点好来 就足以让我封存大乱 这不怪你 我从小被白老爷子抚养长大 而你却因此 孤孤单单过了这么多年 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遵从你内心的选择 不用害怕 哥哥永远支持你 我到底在期待什么 他本来就是个骗子 阿正啊 我又来看你了 你不会嫌我烦吧 也不知道阿福今天会不会来 其实他不愿意见我 也是应该的 说到底 是我对不起你们 我不求他们能原谅我 只求 能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 他一定是出事了 何老爷 何老爷 我找何老爷和老夫人 老爷老夫人三天前就出门了 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呢 那林夫人呢 林夫人一大早也出门了 那这个家还有谁在 你怎么又来了 直到我马上就要被送出去了 你很得意是不是 不是的 我怀疑你爸被绑架了 你那边有他的消息吗 这城里有谁敢绑架我爸 吃错药了吧 只会预备 他从不离生你是知道的 这是我在城外捡到的 算了 也指望不上你 妈 会是你吗 等我们掌控了大局 我和安乐来个妇女相认 自然就老老实实了 看来我们的计划要提前了 等那俩小崽子上了走谱 一切就完了 我妈她去哪儿了 何勇呢 她又去哪儿了 林夫人一大早说要去铺庄看看 何管家应该也是跟着一块儿去了 哥 我找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她 她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放心 何家在城里也是数一数二的大货 没什么人会轻易对她下属 可是白家的人都出去着了 到现在还是没有消息 我怕 这次我不是来找麻烦的 我知道我爹在哪儿 快跟我走啊 这次我想起她 这是我们家一出废弃的布庄 我怕她很有可能就在这儿 你们家 难道何家出了叛徒 我也希望事情不是我想的那样 不愧是我的女儿啊 居然能找到这儿来 怎么会是你 妈 有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好好说吗 你为什么非要做到这一步呢 晚莹 我们夫妻多年 你到底要做什么 夫妻多年 你现在跟我说夫妻多年 你心心念念的妻子 就只有阮流中那个贱人 是我对不起你 当初我本打算离婚 可一夜荒唐 突然有安乐 没想到 这就耽误你们这么多年 事到如今 你不会还以为 安乐是你的女儿吧 妈 其实那晚我们什么也没发生 听见你连醉酒后 都喊着那个贱人的名字 就让我走 安乐 过来 何勇才是你的亲生父亲 我们才是一家人 罢了 你想要什么 哼 我想要什么 之前 我想要你 后来 我想要整个何家 可现在 我只想要你的命 你情根深重 却从来不可看我一眼 今天 就是你的死期 看在我们相识多年的份上 有什么一言就赶快说吧 人活一辈子 都有个头 可唯一放心不下的 就是你们兄妹二人 阿妖啊 从小我不在你们身边 你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人 你做的比爸爸好 阿福 这辈子我最对不起的人 除了阿正就是你了 我都不知道这些年 你是怎么过来的 况且我做了那么多混账的事 全都外挂在所不惜 对不起 对不起 但我此后见到阿正 我都不知道 他会不会与人量我 你不准死 妈妈前下有之 知道你骗我这么多次 他肯定不会原谅你的 好了 一言说完了吧 我该送你上路了 慢着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你们以为杀了何书彦 你们就能逃出这里吗 何家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况且我哥掌握整个白家 白家也不会放过你们 难道你们想过这下半辈子 没有一天安生的日子吗 你说的天花乱坠 他也逃不了一死 反正都已经没有退路 我也得拉一个人陪葬 不 你们还有更好的选择 放了他 带我走 这样何家和白家都不会为难你们 你们一家人想去哪就去哪 天高海阔 是你们非 阿福 不行 哥 你教过我 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 我没有办法看他死在我面前 说的挺有道理啊 你要拿自己换他 看不出来 你还是个大孝女啊 少废话 换不换 阿福 哎哟 你们快走 不用管我 我这条命不值得 如果你死了 那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 闭嘴 你自己主动送上命来 我当然不会拦你 换 我 起来 你 去 听着 给我们准备一下金条 再给我们准备一辆车 不然的话 我立马就杀了他 好好好我马上安排 别伤害他 你要是敢伤害阿福 不 我少不了你 快走 还想跑 呀 小心 怎么办呢 哎呀 阿福 你怎么来了 快回病房休息吧 这儿有我们呢 是啊 我没事 我只是受了些皮外伤 都是我的错 要不然他也不会受伤 这不是你的错 事情我已经听说了 如果不是你 书彦她早就没命了 更何况 她是你们的爸爸 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是啊 要不是你跟阿药及时赶到 我们何家 怕是已经落入那对奸夫淫妇手中 是我们的错呀 没有早早看清贼人的真面 何老爷 爷爷 他们已经被送进了警察局 一定回到到应用的厂房 你听到了吗 刚才 他叫我什么 爷爷 奶奶 等书彦醒来 一定会很高兴的 啊 医生 病人怎么样了 病人失血过多 但还好偏离了心脏两寸 目前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能不能醒过来 就要看天忆了 啊 书彦 奶奶 啊 我的儿 奶奶 别担心 奇人自有天下 爸爸他一定会醒过来的 林婉英跟何勇已经进了监狱 有何家跟白家在 他们这辈子恐怕都出不来了 何安乐之前恕罪并罚 但也算戴罪立功 估计要关个一年半载 这样也好 何安乐也算救我一命 现在这个结果 他应该也能放心了 今年的芙蓉花又开了 比去年开得还要好 我想着你一定喜欢 所以带过来给你看看 前段时间苏绣大赛落幕了 得冠军的是个小女孩 看着她 就像看到了当初的我自己 忘了告诉你 我今年还是评委呢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瞧你 头发又白了 看着像老了好几岁 你再不醒过来 怕都要认不出我了 都这么大人了 还动不动腹鼻子 爸爸看见了肯定会笑话你 他要是真能起来笑话我就好了 三年了 你就说他三年许不过来 希望就渺毛了 不会的 他一定会许过来 毕竟 我们还欠他一声爸爸 是啊 我还欠他一声爸爸 当初在布庄我就要说出来那声爸爸的 没想到 你拖就是现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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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你醒了吧 我是阿福啊爸爸 阿妖 真的是你们吗 嗯 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书彦 和阿妖 我差点就跟阿征走了 可是 我看见阿福一直哭着追我 我想 我的阿福 我 没人保护 可怎么办呢 我说什么 也得 留下来 照顾他 爸 我好想你 爸 欢迎回家 我和阿妇 我英文 我的阿妇 你 原来